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在唐三前去神岛之后,千道流和千刃雪也没有限制 毕竟在未来的中斗中,已经不仅仅是封号斗罗之间的争锋了 更是神与神之间的较量 而唐三和千刃雪就是海神和天神分别选中的人 千刃雪作为天使一族的人,就是为了能够继承天使神的神底之位 不过在最开始的时候,千刃雪并不知道这一点 而是千刃流在唐三消失之后,才带着千刃雪前往斗罗殿 在斗罗殿里,埋葬着从五魂殿建立以来 为五魂殿献出生命的封号斗罗们 而在千刃流看来,这些人只不过是牺牲品 将他们埋在这里,就是为了糊弄世人 而在斗罗殿还有着更加重要的东西,那就是天使神的传承 而在此之前,千刃流必须让千刃雪重新认识自己 在表面上千刃雪是五魂殿的圣女 其实千刃雪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身份 那就是九星圣女 而千刃流除了是五魂殿的供奉之外 还有一个身份,那就是九星圣女的引路人 所谓的引路人,就是引导或者帮助千刃雪成功蹲破天使神的考验 获得天使神的传承 对于千刃流来说,五魂殿供奉的身份其实就是一个称号 因为在千刃雪的心里,九星圣女的引路人才是最重要的一个身份 好了,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再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大家知道昊天锤上有几个十万年的魂环吗?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,咱们下期再见